丁州首长林冠英的儿子在六年前被诬赖非离女同学 当年林冠英已经报警要求警方调查 而事件过了六年当局没有任何行动 不过今天总检察署派警员向他问了两道问题 但是报了案就不了了之 到今天因为有可能我在国会问 他们不能够回答 他们是有可能现在是做戏 叫警方又再来问我 问我什么问题两个问题 我认为非常煩躺的 这个不是警察 我不是在怪警察 我强调 我是在针对这个总检察事 我问两个问题 第一 你还不要继续你这个报案 这个案件 当然要啦 第二 你愿意不愿意出庭 当然愿意出庭嘛 可是当一个人报你 干嘛要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是有犯错的话 你就要马上采取行动 好像最近这个南韩 这个朝鲜的问题 这个朝鲜的谋杀案 你要不要问 你要不要出庭啊 你要不要再追究这个谋杀案 多此一起的 不需要问的 所以这样的不专业 做工的态度 使到我感觉到非常失望 所以在证明说 这个总检察事 在处理这些案件 有双重标准 如果是针对国家政 就马上采取行动 我们这些case呢 就婆婆妈妈 比得过且过更糟糕 根本没有得过且过 得过且过最少还有过 这个完全没有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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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